国务院发布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 强调当地的劳动力质素有所提升 劳动就业保障也都符合国际标准 白皮书说新疆将促进劳动就业 作为最大的民心工程、民心工程 持续加大就业培训力度、就业形势持续向好 近年新疆劳动力质素明显提升 由2014年到去年 劳动就业总人数由1,135万多人 增加到大约1,330万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8千多元人民币增加到超过1万3千元人民币 新疆当局根据有关的法规 切实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 获得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宗教信仰自由 同时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等各项权利 白皮书又说国际社会一些势力 出于意识形态和反华需要 罔顾事实、颠度黑白 试以炒作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 抹黑当地的劳动就业保障工作 强调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政策和实践 符合国际劳工和人权标准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星期一颁布多项站扣令 禁止部分新疆生产的棉花、服饰、无法製品和电子设备入口 说这些产品是由强迫劳工生产 美国当局说一旦发现有关的产品就会扣押 而打击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系统施药 而强迫劳动侵权人权的行为 外交部当时说有关说发严重违背事实 中方坚决反对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永报道